昨天一天,乌克兰的全境都遭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巡航导弹攻击,而乌克兰首都基辅也传出巨大的爆炸之声,防空警报的声音响彻整个乌克兰上空,而伴随着防空警报的轰鸣,是俄罗斯宣布彻底打下北敦涅茨克的重大胜利。 俄罗斯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血战,再次拿下乌东重要城市北敦涅斯克,另一座城市利西昌斯克也岌岌可畏,接下来俄罗斯肯定不会就此直播,至于要打哈尔科夫或者奥德萨,就要看俄罗斯的心情了。 根据我长期看热闹的经验来分析,俄罗斯下一个攻击目标应该确定的是奥德萨,因为如果拿下奥德萨之后,将会彻底地让乌克兰失去黑海出海口,也让乌克兰成为一个内陆城市,再也没有了利用黑海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互勾结,从背后对俄罗斯捅刀的可能,完成俄罗斯对乌克兰去军事化的目标。 而哈尔科夫就在俄罗斯的家门口,俄罗斯可以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。 从昨天俄罗斯突然对乌克兰全境,尤其是对乌南部承受奥德萨发起密集的攻击来看,俄罗斯很可能就要对下一个目标奥德萨动手了。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深入,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已经非常明确了,就要打一场大战。 打赢了再也不受你北约的鸟气,给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打出一片天空,打输了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。 要知道已经为七十岁的普京,这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,在赌俄罗斯的未来。 其实俄罗斯战争开打之初,俄罗斯仅仅是要求卢干斯克和顿涅斯克两州独立,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。 如果乌克兰承诺永久不加入北约,甚至乌克兰停止卢干斯克和顿涅斯克两州民众的杀戮,俄罗斯都可以不承认两州独立。 但是在美国的支持之下,乌克兰是越来越变本加厉,北约国家越来越咄咄逼人。 直至这场乌克兰战争爆发,战争从2月14号一直打到今天,我们看到不但卢干斯克和顿涅斯克彻底丢了,赫尔松丢了, 马里乌布尔丢了,北顿涅斯克丢了,比锡昌斯克也要丢了。 可惜俄罗斯国立和西方整个国家比起来还相差太大,如果能够旗鼓相当的话。 这一次乌克兰战争还有许多打法,俄罗斯可以以加利宁格勒菲蒂被封锁为由,直接对立陶宛展开打击行动,甚至可以将立陶宛收入囊中, 让这些上蹿下调当美国棋子的国家都能长点记性,更可以借此重创北约东扩步伐。 在开战之初,我曾经说过一句话,那就是俄罗斯在替中国烫雷,很多人还说我胡说八道, 乌克兰战争和中国有什么关系? 关系大了去了,我们看到了北约扩张的步伐,已经瞄准了亚洲。 并且亚洲的日韩两个国家,今年首次参加北约峰会。 没错,这两个国家甚至都有可能会加入北约。 如果任期蔓延,迟早有一天北约也扩张到我们的家门口,而俄罗斯发起乌克兰战争之后, 谁敌谁有一目了然,也让我们心中有数。 要知道北约现在虽然有三十个成员国,但包括观察国在一起,一共都已经高达四十五个了。 这些国家抱着冷战思维,对其他不同观点的国家,采取这种群王战术。 不仅仅是危及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了,对全世界的国家安全都是一种威胁。 而俄罗斯这次发起的绝地之战,就是斩断北约黑手之战。 美国本想利用俄乌战争围剿俄罗斯,收割欧洲,没成想自食恶果。 俄乌战争给乌克兰民众带来了战争,给俄罗斯带来了经济制裁,给美欧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。 因为高油价,全球各国面临通胀危机,哪怕是美国也无法幸免。 据美国专业经济机构预测,由于通货膨胀加剧,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 他们认为未来十二个月,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为百分之四十四。 最高概率通常只有在经济病例衰退,或实际正处于衰退时才会出现。 如今的美国要想走出困境,就得解决能源危机,而解决能源危机的唯一办法。 就是结束俄乌战争,但俄乌战争就如潘多拉的磨合,泥潭炼战争带来的红利,也必然会遭到战争的反噬。 如美国策划俄乌战争,激发了战争财,又达成政治目的,现在见形势不妙,就想收手。 你去问问俄罗斯答不答应,再去问问你国内的能源商,军工复合体答不答应。 俄乌战争在某些利益集团眼中就是生意,而且是很大的生意。 以至于有许多俄乌战争受益者妄言,俄乌战争将持续二、三年以上。 既然结束俄乌战争不现实,那只能号召能源出口商扩大产能,以降低价格。 这个办法也不太现实。 难道为了挽救美国经济,中东国家和美国能源商就愿意少赚点钱,扩大产能? 他们不是美国总统,美国人民受苦,管他们什么事情。 况且现在谁还给拜登这个弱势总统面子? 委内瑞拉乌是拜登的嗜好,中东那群王爷根本接拜登的电话。 美国国内能源商只当拜登是老年痴呆,这总统当到这种程度,换条狗都比他强。 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不能解决通胀问题,民主党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,一旦丢了国会席位。 什么法令都别想轻易通过,除非让利给共和党。 更别说现在的拜登还遭遇严重的执政危机,决美国媒体调言。 大部分民众不希望在两年后的总统大选中见到拜登。 拜登这时候很急,即到连骑个自行车都能摔倒。 突然感觉现在的能源危机与1970年的石油危机合起相似。 当年美国想通过支持以色列分化中东,美成想遭到中东各国的反扑,欧佩克组织宣布减产,将国际油价推到高位,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。 而近美国想通过支持乌克兰支揭俄罗斯,美成想也遭到俄罗斯的反扑,自是恶果。 当美国用美元收割全球人民时,俄罗斯就用能源收割美国人民。 话又说回来,当前的能源危机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相比,还是有明显差异。 因为经济增长已经超过了能源使用的增长,也就说世界上主要国家所使用的能源,相比1970年代要少得多。 同时全球能源结构多元化,新能源势头强劲。 因而拜登为了填补能源缺口,选择豁免东南亚各国光复产品的关税。 哪怕这是变相给中国送订单也没办法,同时为了进一步缓解通胀。 拜登还打算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。 面对通胀高企,美国最终还是坚持不下去,其实美西方当前的困境,都是自己做的。 为了琐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之路,就提出碳排放概念,意图在新赛道取得领先地位。 没成想这是搬石头砸脚。 本来美西方集团在内燃机时代,就有深厚的技术积累,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追赶不上,只能受制于人。 但西方的胃口太大,为了赌一把搭的,发动舆论工具,天天宣扬全球环保,硬要推行新能源。 而新能源意味着新赛道,大家都在相同起跑线,这也意味着西方将自身优势给舍弃。 选择与中国赛跑,这不是找虐吗? 现在又想重拾传统能源产业,结果发现新能源已经变成政治正确了。 正可谓,自作孽不可活。 当然美国的困境不单单是严重的通货膨胀,还有内斗。 民主党内部忙着争权夺利,哈里斯想夺位,布林肯想揽权,沙利文想给希拉里铺路。 大家各怀鬼台。 另一面共和党虎视眈眈,就等着在中期选举和2024年总统大选上发力,一举将拜登和他背后的民主党统统赶下台。 暗流涌动,稍有不胜万劫不复。 俄罗斯会与欧洲加强经济合作,收编波罗的海三国,从而趁机发展经济, 整合地缘板块。 伊朗会借机推动核试验,建立失业派大联盟,将美国势力排挤出中东。 中国与亚太国家加强经济合作,慢慢拔掉美国在亚太的爪牙。 当中俄一达成各自的战略目标,就是美帝国主义土崩瓦解之日。 美国策划俄战争,终究会被战争反噬。